好的 歡迎大家收看ES Ranking 這是第一次測試用的播出 我是主播奶茶 那這位是賽平小剛 好 大家好 我是親愛政辦的賽平小剛 好 那相信大家應該第一次聽到我們ES Ranking 在這次的直播上做一個測試 那我們ES Ranking呢 將會預計在五月份呢 做一些一連串的賽事 比賽的計畫 那麼 目前呢 有LOL以及星海爭霸這兩款 我們主要測試的遊戲 那接下來 未來陸續 我們會開放更多的遊戲給大家看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關注我們的網網 www.esranking.com 好 那現在 這一個小時是我們星海爭霸2 我們選手要為我們表演的一個表演賽 那請我們的賽平呢 小剛為我們做一些講解 好 今天是社群高手的表演賽 那我們是邀請到四位選手來進行表演 所以會進行兩場的Ball 1比賽 然後第一場的比賽呢 將是由Black Cat對上的是Small Fight 兩位都是ES戰隊的隊員 所以是ES戰隊的內戰喔 然後第二場的比賽呢 將是由Black ES對上的是Moonlight 然後地圖使用的是紐克克管轄區 那第一場的地圖使用的是破曉黎明 那這個地圖的地圖跟賽制 在賽前都已經由裁判講出來了 所以待會比賽一定會非常精彩 好 謝謝賽平為我們做這樣的詳細的介紹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兩位選手準備開始我們的比賽 好 我們看到兩位選手已經在聊天室等待了 然後在上方我們開始使用神族的選手是Small Fight 小白 使用蟲族的就是Black Cat 好 這是一場神族與蟲族之間的大戰 對 然後這邊有資料顯示Black Cat他的階級是鑽石 那小白Small Fight他的階級是大師 是一場任意P的大戰 可以為我們解說一下有關於階級這個制度是怎麼來的嗎 就是這個天梯賽會把選手分成好幾個階級 然後最低階的玩家就是從青銅開始 青銅白衣然後黃珠白金大師 然後當然最強的就是中獅啦 因為中獅名而有限 只有前兩百名才有辦法進入中獅的名賽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出生點 或者出生在1點鐘方向藍色的蟲族呢 就是Black Cat 喔 黑貓 我們的黑貓玩家 對 黑貓玩家 那出生在7點鐘使用神族 紅色的神族呢 就是Small Fight 喔 這是小白玩家 小白 小白玩家 小白這個名稱還蠻有趣的 他叫小白 我覺得他應該一點都不小白才過來 我想問一下 那個藍色那邊有一個紅色的那個字是什麼意思 藍色那邊 人口數是不是 右上角那個 用上角是因為他的那個 蟲族剛剛使用的瓦斯場 PO了一隻蟲 那時候他就可以少造一隻蟲 喔 對 又讓人口多一隻蟲 這是只有蟲族才能用的 對 這個劍橋只有蟲族才有辦法使用 因為蟲族在造建築的時候 他會犧牲自己的蟲 但是你取消之後 那種的蟲就會變回來了 這樣取消有什麼不利的條件嗎 取消喔 就是一個瓦斯場 他會 呃 水是四分之的 但是從頭比較不配的這個消水池啦 這樣子 對 多一隻蟲可以 多一隻出門來偵查 齊齊偵偵查非常容易 然後我們看到一開始呢 神族在蟲族造了一個水晶塔 看來是 看這個動作非常 非常 很經常 呃 通的打法是個裸霜的開局 一般裸霜是蟲族才能使用的 然後神族如果使用裸霜的話 代表他全其非常的通啊 所謂的裸霜就是什麼都不蓋 直接下第二個主堡 這樣 就是蟲族不到蟲族 然後神族不到 呃 那個傳送門 或者是你的戀場 直接下主堡 就直接下主堡 所以就是裸霜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蟲族 玩家 蟲族玩家 對於這個神族玩家 是非常熟悉啊 因為蟲族 蟲族 蟲族 我剛剛沒看到 看錯了 因為蟲族是有下孵化 孵化池的 然後蟲族是在三點鐘方向 已經造了第三礦的基地了 這麼快 蟲族他也是一個正常的打法 那一般的ZVP蟲族對上神族就是 嗯 孵化池開局之後 連開第二跟第三礦 然後神族打蟲族 目前比較常見的就是 會在分礦先下一個野獵場之後 然後再開分基地 但是這個神族呢 前期非常頭 他是 省略掉這個步驟 直接先造第二基地 然後再造野獵場 這樣對於神族來講 他經濟會非常的好 他好像打算要封門是不是 要把他的門口自己堵起來 對 那門口做的是建築學 因為把入口縮小一點 才可以以防蟲族在前期 使用 呃 提速一化蟲或慢速一化蟲 呃 偷襲進攻 現在兩方的偵察好像都有看到 對方家在 做一些什麼策劃 呃 現在雙方都是用工兵在偵察 然後 因為神族 前期沒有 呃 在前期他沒有對空的單位 所以現在王蟲是非常大膽 直接飛進神族家裡來看 看你家裡的開局 但是我覺得 他飛進來的時間有點早 一般蟲族 王蟲飛進神族家偵察 偵察 偵察一般來說大概是在7分鐘的進來 才有辦法看到的東西 現在這時候飛進來的時候 是什麼都看不到 只會看到門口一個 機械控制核心而已 這樣子知道他是要做一個裸霜的開局 但是卻不知道他要出什麼樣的病 對 因為神族的科技兵種 最關鍵是在機械控制核心 完成之後的下一個建築物才是最關鍵 然後下一個建築物他現在還沒有看到 到底是星際之門的開局 或者是機械製造廠開局 我們看到在角落 左下角這邊看到的是星際之門 所以他是一個空軍的開局 他是偷塞在那邊 不讓蟲族發現這樣子 對 因為王蟲 這應該是王蟲飛竟然飛太早了 所以這王蟲應該是要掛掉 會被罪惡者給打爆 但是還是沒有看到他要看到的資訊 但是現在一般蟲族打神族呢 大部分都是全防流啦 就大概是在7分鐘的時候 我自己的習慣會在每個礦區都下一個 包子爬行蟲來防空 喔 因為神族的空軍很兇 對 因為神族 由於這個是蟲族之星的版本 然後蟲族之星的這個空間之門 這個什麼 星際之門 有加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單位 就是那個先知 所以蟲族蠻怕先知的快攻 好 現在是兩隻追獵啊 爬爬爬爬 不知道爬去哪裡 這是要來火力偵察 他來 看.. 剛剛不知道有沒有偵察到illion 從族開三角 所以他是用兩隻追獵者來壓制 但是有點危險 因為我看在我這個沖 還有大量的小狗 好這大小狗 出來圍殺這兩隻追悟者 他沒有發現後面 不退的話應該是全部被包掉 但是 這個追悟退的還沒及時 這個小狗還沒有速度所以跑掉他 可是異化蟲的移動速度快要完 快要研發完畢了 差幾秒鐘 這兩隻追悟者應該就要掛掉了 還差一點 拼命的逃回家 那隻是怎麼回事 那隻啊 那個落單的可憐的 這隻探測機來代替這兩隻追悟者受陣 有有有有有有有 剛剛這個異化蟲不應該被那隻 探測機給吸引住了 應該直接要圍殺這兩隻追悟者才對 然後這個路口我們看到造了一隻哨位來防守 滿穩 然後現在四隻鳳凰我們看到時間大概是在 九分鐘 九分鐘四隻鳳凰要到蟲族的礦去來騷擾 鳳凰那個 這個紫色的那一條 這是 把後蟲抬到空中 然後這隻後蟲就無法進行攻擊了 什麼樣的單位都可以抬嗎 只有巨型單位不能抬 就是譬如蟲族的雷獸或是巨像 對這種巨型單位 然後這邊又抓到分框了兩隻後蟲 這個就是蟲族因為那王蟲一開始飛進來 飛太早了也沒有偵查到神族是空軍開局 所以他包子牌蟲也造得很晚 他現在才開始在造 現在損失是慘重的 而且後面還有一群王蟲 王蟲過來送死嗎 好現在要去主礦 主礦又把這隻後蟲又抬起來了 這已經殺到第幾隻了 第四隻後蟲了吧 哇地上的狗有翅膀飛不起來了 這個 是啊 這個 翅膀只是增加他的速度 哇打完了 他回家了 所以這波會戰後對神族來講是大賺 他殺了好幾隻那個後蟲 然後我們看到生產列表中 蟲族的進化石英在研發 這個是刺蛇蟑螂的一攻 然後刺蛇的攻擊射 刺蛇的射程也在研發當中 看他就是想要蟑螂刺蛇 然後配上一些小狗的兵力組 這是蠻基本的配置是不是 這是 面對神族如果是空軍開局 是蠻常見的一種組合 因為 這邊從族 能夠對空的單位 就是 主力部隊能夠對空的 再支撐一下刺蛇 如果你要照 螺旋塔 那個 出斧飛的話 那應該屬於比較後期 我剛剛有稍微看到一下 那個神族的惡礦的那個 他的那個 人是不是有點太多了 那個採礦的人 採礦喔 工作單位是不是 其實他這個 等於是可以先 預先幫自己的第三礦工兵給照 因為幫第三礦的基地完成 他可以把盾礦過 一個工兵拉到三礦 就不需要再這樣從三礦 慢慢補充回來 原來是這樣 現在鳳凰就不斷的騷擾 然後兼偵查 有一大批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 蟲組要 要 要來壓 要來壓神族的三礦 但是神族已經出了不修整 不修整 打戰狼是 課得非常兇 哇這個立場 立場放得很好 這時候崇族完全沒有任何想法 直接退了 這個很明顯是擋不下來的 哇這是 這個就是母劍核心 這也是崇族之心 神族 新家的單位 然後這個母劍核心 然後我們看到這就是先知 這是幹什麼的 這個先知呢 殺工兵 殺青甲單位 非常方便 他是空對地的單位 就這樣一殼 有什麼功能嗎 他就是 只要開出那個光束的話 他就可以快速殺工兵 但是由於從族的礦區都已經放了包子爬行蟲 包子爬行蟲 就對空單位 所以他這個先知變成已經 在礦區無法殺了 但是如果是配合正面的話 然後打開他的那個光束 啟動光束 還是可以殺掉一些刺蛇 這個部隊蠻多的 現在蟲族用大量的蟑螂跟刺蛇 想要打壓波 哎呀 這沒 反應有點慢了 被點掉了 哇兩隻 現在損失了兩隻鳳凰 哇巨像巨像 對已經轉出了巨像 哇這個 哇立場 哇沒放好 沒有夾住 但是這個巨像 哇又被點掉了 打刺蛇非常給力的 哇跑了跑了 這回家要回家 刺蛇他是忘記生 移動速度 感覺他跑得很慢 有點慢 對他應該是沒生 移動速度 又一隻小狗 有一些小狗 然後這個刺蛇移動速度 也是之後再重新才有的科技 然後以現在這個神族的兵役組合 從族最好要開始轉 不怕飛蟲了 因為巨像已經三隻了 一般 如果是打神族 有巨像的組合 最好是對方巨像在三隻以內 你用大量刺蛇 還可以解決 那一顆還是飛來飛去的 對他現在就是來偵查 其實他等於是 這邊看他已經開了 使用那個 先知的一個新的技能 這個發光的是不是 那個就叫做 那個叫做天啟 就是把這個建築物 在建築物放上那個 那個 那叫什麼 發亮的那個 標誌 然後神族可以看到 那個建築物的視野 喔 這樣子喔 對 這樣就是等於人不用在那邊 就免費的 這個對方 就是你提供給對方 一個免費的OB就對了 但是時間過後之後 他就會消失 大概持續多久了 這個喔 呃 我也忘了那個時間 大概 有到一分鐘 這麼久嗎 應該是沒有吧 這個 之後還要再查一下 資訊 哇 這是大部隊 好 我們看到現在神族的 處理部隊 大部隊交戰 這邊應該是想要來打算 有一隻俘荷 啊 一下就 倒了 哇 這是 壓不住啊 這個巨像好兇喔 對啊 巨像現在還有 還有三隻 還有四隻 四隻巨像 所以這部部隊對於 從族來講 壓力很大 有地刺 有地刺 可是好像 還是不夠 對 欸 那顆 綠色的球 是 那個綠色的球 就是 母劍核心放出來的 緩速 它的作品場叫做 時空扭曲 在 敵方部隊在這個 半球 這個什麼 光照之內 都會變慢動作 哇 這樣子 有緩速的效果 蟲族很不妙啊 哇 主力部隊已經全部 損失 損失殆盡了 所以第一場我們看到的是 使用神族的 小白獲得比賽勝利 好 那 這場比賽實在是 也是非常的精彩 我們可以看到 大部隊的火力交戰 那想請問一下 小剛賽平對於 這次的比賽 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呢 我覺得這一局 神族獲勝的關鍵點 就在於 神族他一開始 是兩礦之後 出空軍 然後 蟲族的王蟲飛進去 飛太早了 其實自己王蟲損失掉了 也沒有看到神族 開了這個 造了星際之門 他好像太急了一點 對 就是飛進去 飛太早了 應該晚一點 最好是在7分鐘飛進去 那個時間比較合適 然後 然後自己也沒有做一個 全房 全房流的防範 就是家裡礦區 也沒有造包子爬行蟲 所以導致 一開始的四隻鳳凰 進來 抓後蟲 一下子就抓掉了四隻後蟲 這樣對蟲族的前期營運來講 會非常的傷 這樣子 那對於後期大會戰的 這樣子的交手 蟲族現在 後來轉型 這樣子的速度 會不會有點太過於緩慢之類的 這也是沒辦法的關係 因為他的 一開始後蟲 我覺得 他這次升座的獲勝 就是他那個 小優勢慢慢累積起來 前期損失了四隻後蟲 其實對於蟲族來講 要引懷就已經非常困難 所以他後期想要轉 輔飛也是來不及了 對 那我們可以知道神族 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有一個裸霜 那這樣子 對於神族的兵力的 那些資源 採取速度 就會變得很快 那大部隊集結速度 也會 跟著變得很快 是不是 對就是主力成型的時間 會比 正常的打法 然後會來得更早 對 這樣子 那有沒有辦法去防止說神族 這樣子裸霜 再加上建築學的方式 其實 這時候就是 可能這雙方選手 平常的打法都比較熟悉 因為他們是同個戰隊 如果你要打這種神族裸霜 衝出最好的開局 是10地內的快攻 就是10地內你就先下孵化池 但是一般從族打神族 比較不會選擇這麼極端的戰術 所以神族就 神族玩家就抓緊了這一個 這一點的關係 所以他就是大膽的直接裸霜 因為他認為從族就是正常的15D 孵化池的開局 是所有的地圖都可以 去搞這個建築學嗎 一般來講地圖設計都是這樣子 因為如果 分框的路口太寬的話 人類跟神族的玩家都會抱怨 所以為了平衡 通常路口一定會比較狹窄的 所以就可以使用建築學 來防範從族前期的快攻 好 那現在我們 稍後片刻 我們現在準備要進行我們下一場比賽 下一場比賽是 下一場比賽是 第二場比賽呢 將是由 BlackEX對上的是 Moonlight 月光 那 這個地圖叫做 紐柯克管轄區 是一張兩人圖 是一張小地圖就對了 呃 也不小 但是它是個兩人點位的地圖而已 好 我們看到兩位選手已經進大廳在等待了 這是一個人族對上也是蟲族 好這邊來介紹一下兩位選手好了 嗯 BlackEX 它的階級是大師 然後 擅長種族是 人族 然後 Moonlight 它的階級是黃金 然後擅長種族是 蟲族 那麼 大師打黃金 等於是 高兩階 這樣對於這個蟲族玩家 Moonlight 非常的困難 就看它有什麼戰術了 人跟蟲 互打 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呃 廣播鬼雷 我想廣播鬼雷對於蟲族來講 大部分都是個惡夢啊 所以 對於人族 現在打蟲族來講 是非常的好打 然後 就現在大家的看法 就三 現在目前三個種族中 比較 比較難打的 比較難使用的就是蟲族了 所以 蟲族之心 也可以稱之為蟲族之心 辛苦的心 對 這樣實在是 搞到我現在都想要轉族 我也想要轉神族或人類 所以現在最近也是狂烈這兩個種族 人類 所以剛剛說的那個鬼雷它的功用是什麼 鬼雷它就是會 盾地之後 然後它就是一個隱形單位 然後它的盾 盾地 因為主要蟲族 呃 偵查隱形的能力是非常弱的 蟲族要偵查 偵查隱形 再來那個主力部隊中只能放 監察王蟲 但鬼雷它又可以對空 所以一旦監察王蟲 飛過去 然後要偵查那個隱形的鬼雷的時候 也會被鬼雷給打到 然後兩發就會死掉一隻監察王蟲 哇那火力也十分強 那又可以隱形 這簡直太過火了 對 主要是它的攻擊 鬼雷的攻擊又是範圍性傷害 然後蟲族 對於蟲族 呃 一般打人類使用的是 異化蟲配 毒暴蟲這樣的組合 殺傷力是非常大 常常 呃 會戰的 會戰過程中 你認為自己大群小狗是優勢 但是 沒有注意到那個鬼雷 有可能這樣只是移動一下 一眨眼時間 你的組一部隊就全速被殲滅掉 好 那現在我們準備要開始的 新唱我們第二場的比賽 好 是一場 ZV 隨機 但是我們看到 BlackEar使用的是隨機 他並不是使用的是人族 所謂的隨一就是三組都可以 對 就是進遊戲中 然後就看 由電腦來判定 給你 給你什麼種族 他並不是使用人族 所以是一場 ZV隨機 隨機 隨機玩家代表的 就是他三組都很 很會玩嗎 呃 一般來講是這樣子 就是三個種 三組他玩起來的程度 是差不多 不一定是很會玩哪 有可能就是三個種族都很平均 他也不知道選擇哪一種族 那就三組都玩 但有可能就是 既然 都已經玩了新南征法庫 乾脆就三組都玩 這樣子比較 比較划算嘛 都已經付了那個錢了 就都練一練 然後 紐克克管轄區的 這張 哇 是一張 兩人圖 我們一開始一樣 先看一下雙方的點位 這邊是出生在七點鐘 呃 紅色的人族 然後 他的ID是 BLACKEX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他的那個人口數會有十一人呢 一般不是都是十人嗎 這是 人類一開始前期的設定就是這樣 喔 會多一個人 對 那個基地就是十一人口 這樣子 那以後 如果再蓋一個新的基地也是十一人口嗎 對 會再加十 對 再加十一對 然後出生在五點鐘 藍色的蟲族 這位就是 MOONLINE 而MOONLINE也是ES戰隊啊 所以今天表演賽的四位選手都是ES戰隊的隊員 黑打月光 對 黑打月光 這看是黑比較黑呢 還是月光比較亮呢 比較亮 但月光其實也不是很亮 最好是黑對上太陽 那就精彩了 哇那就是 光影護客 然後我們看到人類一開始就是正常的讀口 讀口開局 他是在斜坡 斜坡位置上放下第一個補給站 喔他補給站是沉下去的 對 然後蟲族的開局現在已經14滴了 一般都是15滴裸霜 看看他是不是第15隻 這隻是要飛 但是我們看到蟲族他先下了孵化池 這個蟲族的開局 開局是比較少見的 一般ZVT都是裸霜開 然後他是先下孵化池 一般會先下孵化池的目的是怕人類是一個 野兵營的快攻 就是陸戰隊會來很早 所以他才必須要提早造小狗 但是我們看到 人類人類反而是裸霜了 他是第二個基地造在高地 然後待會飄到風況 那麼這樣子這個孵化池的開局 這個快攻就可能有效果囉 欸欸 這邊小蟲 就是蟲族派了一隻蟲蟲過來偵查 然後看到人類是個裸霜的開局了 我要這樣子他他他就出不去了 呃 這個路口毒死嗎 現在還看不出來 哇 如果這隻蟲蟲回不了家 他可以直接去 啊跑了跑了跑了 啊啊 啊現在點掉了一隻蟲 哇有賺啊不錯 但是路口是毒死的啊 像剛剛如果是毒死的話 可以建議蟲族的蟲蟲就直接去 人類的礦區 那個礦區 蓋他的瓦斯場 讓人類少一個瓦斯場運作也不錯啊 喔就是搶人家佔住一個 對 佔人他的毛坑不拉屎這樣 然後我們看蟲族他是一個慢狗開 就先下孵化石之後 然後再分礦再下基地 然後再蓋瓦斯場 像這樣子的開局 我覺得蟲族前期可能會 佔不到便宜的 如果是這樣子來說 我覺得人類 人類賺蠻大的 只要人類前期會防守的話 因為他的惡礦已經準備要蓋好了 對 而且蟲族那個 這個如果是要孵化石開局 我覺得最好的開局 像他剛剛是15D放孵化石嗎 我覺得最好是 先下瓦斯場再下孵化石 這樣子你用毒狗戰術 是有可能前期就把人類給直接打死 但他這樣的開局應該是打不死了 剛剛有一隻 工兵悄悄的飄出去了 好像蟲族沒有看到 不知道要飄出去幹什麼 應該就是要去看 蟲族根框的情形 那一般高手的對戰都會 都會不斷的派公兵 或是派小兵去偵查 來確認對方的戰術 然後你才可以做最好的相對 因為初期只有蟲族有蟲 可以飄到人家家裡去 對 然後人類跟神族 都是派公兵過來偵查 他就這樣 丟進來看了一下 你家就是我家嗎 喔 被咬了 被咬了 好痛 這時候我們來看 到底人蟲族有沒有造 毒爆蟲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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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打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一個中立的建築物 這個建築物 是地圖的原本的設計 就是怕有些神族打蟲族 會直接在斜坡 連放好幾個水晶塔封死 所以直接導致 或者是人類也可以用 兩個 兩個那個 雕堡 把入口封死 導致蟲族無法來救自己的分況 所以大部分的地圖 為了平衡 都會在這入口放一個 中立建築物 誰也不能 佔那個地方 呃對 就是 就算你要把入口封死 然後那個 那個中立建築物 它就是一個入口 你必須要把它打爆 才有辦法完全封 為了 蟲族 玩家著想 目前 對 就我今天應該是這樣子 對 因為如果 道路被毒死 這實在是很困擾 對 所有的兵就只能在斜坡 然後尤其 人類還可以在那個 在碉堡後面 還一直不斷的維修 根本打不爆 對啊 打不爆的碉堡 然後蟲族是最需要惡礦的 所以它這種的 前期的這種戰術 等於是直接判了蟲族的死刑 蟲族沒惡礦基本上 沒辦法打 好 我們看到蟲族現在在幹嘛 那已經在生 蟲屑了 然後 分礦 這邊放了一個進化式 這邊 我還看不出來蟲族的搭法 目前它已經 要蓋了 蓋到第四個瓦斯 所以有可能 通常兩礦四瓦斯的開局 呃 可以使用飛堂戰術 或者是百生蟲 是蠻多 蠻多 玩家會使用 百生蟲也是新單位嗎 對 也是蟲族之心才有的單位 但是 在蟲族之心的塑星單位中 百生蟲目前應該是被 呃 被大家判定是比較弱的新兵種 就是出場率是最低的 噢噢噢噢 好我們看到 人類出了兩隻火車 過來一樣壓制偵查 然後由於這個前期 人類是裸霜的開局 所以對於人類來講 現在經濟非常的好啊 同樣是兩礦打兩礦 對蟲族就沒有優勢 對 呃不只沒有優勢是劣勢 喔是劣勢 對 通常如果面對人類 剛剛那樣子的經濟開局 蟲族的第三礦也要開得非常早 可是他現在第三礦好像 對他第三礦沒開 因為他把所有的資源 投注在瓦斯場上了 哇好多那個 一排火車出門 好這邊有六火車 就這樣大啦啦的要開去他們家 燒他的片甲布料 欸欸 喔發現了 小狗看到了 然後我們是看到蟲族有開第三礦 他是開在自己的樓下 這個小狗有翅膀這火車應該是追不上的 呃有翅膀 欸 跑到超多塊 超多 哇哇哇 哇直接 就 燒光 什麼都沒看到 好我們看到這兩架醫療體 裡面已經裝好了陸戰隊 飛過去了飛過去了 原來這火車 只是虛晃一招啊 是陽光啊 是要 掩護這兩船 這有16隻陸戰隊的空頭 然後 原來這命火車也會 會吸引蟲族的注意力 然後直接投蟲族的壓力 然後直接投蟲族的壓力 這是一個多線進攻啊 雙線的壓制 就看蟲族 能不能即時反應了 欸這隻王蟲應該有看到吧 哇 跑 這個 哇哇哇哇哇哇 沒有人 家裡沒有人 有媽媽 這時候他有毒暴蟲 需要毒暴蟲 毒暴蟲再分光 而且只有兩隻 這邊如果靠操作 人類是可以 可以輕鬆的化解的 欸可是人類 居然被毒暴蟲給炸到了 有包子扒行蟲 唉跑了x的 他居然把陸戰隊丟在那邊 哦非常出身 一樣 basement 但是非常確認還不夠啊 剛剛算是人類的操作LP 正常講只有兩隻毒暴蟲 不應該會炸到這些陸戰頓的 不過現在又補充出大量的一化那我們 回家了 現場打不贏的話 好 光上醫療艇 而且現在醫療艇也有新的技能 就是可以加速的這個技能 所以一按加速就飛得比較快 但是他也有冷卻時間 那邊有一隻在發呆的 哇 天降雪雨啊 兩船的兵全部掛掉啦 但是另外兩船又來了 這不給對手有喘息的空間 特地錯開了那個位置 然後我們看到人類家裡也是有電器工程所 兩個電器工程所在研發一工一房 這非常打算直接打到人家家 可是他不知道自己家裡要倒大美大堂道 好 蟲族的山礦工程應該已經逃回到分礦去了 這個機率其實看來應該來不及防守下 他等毒暴蟲變完已經來不及了 如果直接用小狗跟他硬上去 他應該早點照毒暴蟲這個機率就守下來了 他剛剛因為在防空降的關係 所以毒暴蟲都忘記照了 好 這邊照完已經來不及了 人家已經走了 滾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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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追不上了吧 而且你看人口現在差距很大 人類已經是111 呃 蟲族只有73 一般 呃 雙方的 呃 勢力來看的話 蟲族的人口要比人類人口高 他發現 哇 可是 哇 這個浪費了一隻飛躺雀 人類飛躺雀雖然不夠 所以沒辦法繼續追擊啊 而且人類的第三基地也開出來了 也是開在樓下 現在 現在這個對於蟲族來講 比你會越打越少 因為他們有第三礦 經濟的支撐 而人類是有第三礦的 這個大師毫不留情 對 這是一個震撼教育 喔 不過剛剛這個人 這個Black他選擇是隨機嘛 他是剛好隨機到他的本族啊 這樣子這只能說是上天 對 注定了 命中注定了 我們看那個蟲族要怎麼樣 應付這個厲害的大師級玩家 哎呀 跑過來發現 欸那個 鬼雷寡婦鬼雷 他要鑽到地下圈 這套這個打法陸戰隊配 鬼雷還有醫療艇 是最近很流行的 PV的打法 而且是從鬼頭痛的這種兵 鬼雷兵滿 所以毒爆蟲會被炸光 呃 你看毒爆一下就沒了 哇 因為他是範圍性傷害 哇連飛躺都可以炸 哇 這 所以很多蟲族完全在抱怨 呃 寡婦鬼雷太硬霸了 這個兵直接都蒸發了 對 像剛剛那個操作的話 蟲族 最 最 最合適的操作就是 小狗跟毒爆要往對方的人類身上 硬衝 因為讓寡婦鬼雷的範圍性傷害 可以傷到他們自己的人 那個路戰隊 喔他也會傷到自己的人 對他會傷到自己的 但是會操作的 會操作的 會操作的人 人族玩家 比較不會讓這悲劇發生 哇這個 直接 走到他們家 哇 而且路口被埋了鬼雷之後 從族基本上沒辦法 現在這個路口一被 而且這個從族也沒有第三況 這看起來就是怕是活尿 所以基本上就是沒救了 好這邊還用直接空頭 看來人類想華裔的結束 這場比賽 好想要把所有的軍隊都 哇 但是 臨死之前的一個煙火送你 是啊 然後現在大量的兵力直接 要打電腰蟲族的分跨 兩句話是說爆了 如果鬼雷在蟲牌上有辦法 鑽下去嗎 也可以鑽下去 也可以鑽下去 對有人 好我們看到這邊 Moonlight已經打出了GG 好那 感謝我們這兩個選手 人族跟神族的比賽 人族跟蟲族 人族跟蟲族的比賽 那想請賽平小剛為我們做一下 這次比賽的一些介紹 好這場比賽呢 我們看到前期 人類其實非常頭 他是一個裸霜的開局 然後反觀蟲族來講 一般蟲族打人 一般蟲族打人類 通常是裸霜 如果看到人類是裸霜 然後蟲族可以裸霜 或者是快速的去開第三礦 但這個蟲族 使用的開局是 比較少見的 先下孵化池 先下孵化池 然後這個是慢狗開 然後才開礦 所以在前期 他經濟就已經非常的差了 那如果想選擇用孵化池的這種開局 最好就是賭狗戰術 就是打單礦的一波 那麼還有機會獲勝 然後如果你不選擇這個戰術 你選擇這個 比較四不向 既不能前期壓制 又不能營運的這個中間路線的話 那下場就是會 越打兵力越少 就像剛剛這場情況 慢狗開的話 是比較屬於一個 防守方式的打法嗎 不是 他是在防這個 如果人類前期是野兵營的話 慢狗開這個開局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的小狗出來的時間 會非常早 所以對於人類如果是 在地圖中央放兩個兵營 這種快攻的方法 是可以把人類的兩個兵營給打飛 然後逼對方回退 所以他是怕對方要大招他 對我覺得他應該是為了防大招 但是為了防這個大招 其實損失自己的是經濟 這樣子 對 好那非常謝謝這次大家的收看 以及賽評小剛為我們的解說 我們這次的比賽就到這邊 我們下禮拜五再見 好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禮拜 我們下禮拜